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只是学生 然后我只是教育他们 这样就好的话 做不到这一点 对 每一次孩子 如果说要毕业的时候 我就常常跟他们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你毕业以后 你飞往腾达 你有非常这个 非常的光彩 或者说非常的有名 或者做什么 你不一定要跟老师分享 但是人生的难免都会受挫 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够想到老师 各位好 欢迎收看大爱会客室 我们推荐的好戏 曾经我们一起12岁 我们说有教无类 还要因才施教 在教育上面 真的这么容易吗 我们邀请到这两位来宾 首先来欢迎的是 我们的黎色老师 主持人 全球大爱观众大家好 继续来欢迎的是何佩佩 主持人好 全球大爱观众大家好 我是何佩佩 您饰演李黎色 有没有被她的使命感 跟坚持感动 有耶 就是因为大家如果 到时候收看的时候 应该会看到 黎色老师追学生 还追到菜市场去 然后我也问过金德师兄 然后金德师兄说 确实是有这件事 而且他那一支 还下班了就骑着车 然后再来黎色老师 去找学生 不只是找一个而已 是可能找好几个学生 我就想说 一般人就觉得 找一两天打个电话 跟家人找找 找不到就算了吧 没有 他下班之后他就去找 然后到晚上 反正非找到不可 我觉得他把他们当成 是自己像家人 你才会觉得一个都不能少 如果真的只是学生 然后我只是教育他们 这样就好的话 做不到这一点 对 黎色老师教育的过程 就像他讲的 不是找一个而已 可能一个班级三十几个 可能好几个都需要 特别的关照 累不累啊 当老师的当然不会觉得累 就好像父母一样 对了 为了孩子 绝对不会觉得累 付出再多都觉得 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当时其实老师 对我的那一份关心 他都不会去想到说 其实在我心中已经是种下了一个种子 这个种子呢 其实他在阳光土壤 水分剧组的时候 他就会萌芽 所以老师是我的贵人 那我当然也是立月 我也要成为孩子的贵人 你的老师后来知道你当了老师吗 知道因为后来我们有开同学会 然后而且就是 再来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 同学有打电话跟老师报告 说报告老师 那个我们班的模范生 要嫁给四大金刚了 所以老师知道我当老师 了解 对 所以老师知道你延续了他当时候 爱护你的心情 影响你在教育上面 是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吗 我后来发现 我实际上受我老师的影响蛮大的 就好像那时候 其实老师会照应到每一个孩子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 老师会顾及孩子的自尊 就好像当时老师 就是把这个补习会退给我 他也是一样 是都会顾到我的自尊心 这个都会影响到 所以一个孩子的自尊心 有没有被照顾好 真的会影响他长大之后的行为 接下来这一段就会看到 在剧集当中所呈现出来的 有孩子因为住在市场附近 那也特别的因为一些 家庭环境的关系行为偏差 可是呢环境到底怎么样 造就这个孩子的未来 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 是说蔡健鑫 他没去好好 也不知道人家走去队 那怎么又说 如果他很简单就走不可以 就这么好心里 不是蔡健鑫啦 他没去看这一段 什么地方都能够看到他的男人 这样不就是四鸡牛郎 诶 可以这样说啊 你要黏吗 你会 不用黏啊 你一个脚可以 脚有点夹的 可以这样 对 然后这个稍微盖上来一点 好炫哦 好炫哦 手会麻烦 从下面啊 接起来点广角 一 二 三 八 因为就是我不好啊 所以老一辈子不好就是这样子 你去听信那个算命的 说他会 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当场他听到了 他就有一种反感 我就是不好嘛 那我就是一定要怎么样啊 家里也不要说 我不喜欢你啊 学校我不去啊 那我不去我干嘛 所以我就说 睡觉在店嘛 生命在头店嘛 吃吃饭店嘛 这三种 他都学到就好了 你这样 你这样 你反过去 今天要市场全收 因为我们要拍个 三更半夜 再找学生的 的戏 所以 即便有人 起来 睡不着觉 乱晃都不可以 全部都要抓走 我们就是只能留 小孩子一个人 阿嬷 鸭姐 人到时候会骗啊 哎哟 我不是跟你说过 本身比起来 没人能找到 这鬼怎么跑了 拿到水 我都水火了 好 鸭姐 你看哪 人都跑了 鸭姐 放开我 不要再跑了 放开我 放开我 别乱动 蔡健行 你躲阿嬷躲学校 现在连老师都要躲 你到底打算躲到什么时候啊 我的学生 蔡健行 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事 为什么他要这样东藏西躲 难道他要用这种躲的方式 把他的一生都躲掉吗 其实很多的家长 他的出发点是爱 但是方式是不适合的 是孩子没有接受的 老师也都看在眼里 但是必须要用不同的方式 引导他自己知道要怎么样去调整 对不对 对 其实很多的 不是只有家长 其实老师也有一些盲点 对 其实我有一次参加这个 一个营队 慈激大学的王校长他讲说 有教无类其实是不困难的 我对学友的学生都一视同仁 哪有什么困难 但是有类无教才是困难的 有类无教 就是针对一些比较特殊的孩子 然后我们老师想不出法子 父母想不出法子来引导他 这个才是最难的 因为基本上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立的 对 他都有一个个别的差异 对 那就像刚刚讲说 阿嬷 阿嬷其实他的出发点是爱 对 只是这个爱太浓太淡 事实上孩子都没有办法去接受 怎么样去爱到一个恰到好处 这个就是要很高的一个智慧 所以我在找这个孩子的时候 其实我是非常感恩我师兄 因为那时候他有一段时间 他是晚上在报社上班 所以白天我那个空堂 如果孩子没来上课的时候 我就 其实他在睡觉我就会call他 他就其实某时候 赶快就 载着我就去找孩子 这个不是真的 就是不是只有一次 是N次 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一个人身为老师 当需要的时候还是要旁边有助缘 对不对 是 通常一个孩子真导致时间长短不一 最长有多久 其实孩子 就是说我其实常常跟孩子讲说 因为你是孩子 所以你有犯错的权利 但是老师就是会教你 就是不要再犯错 这是老师跟家长的我们的责任 那这个时间的长短 事实上那是没有办法去 没有办法去 就是去计量的 因为我常常跟学生讲 我就说每一次孩子 如果说要毕业的时候 我就常常跟他们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你毕业以后 你飞煌腾达 你有非常这个 非常的光彩 或者说非常的有名 或者做什么 你不一定要跟老师分享 但是人生的难免都会受挫 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够想到老师 所以这个延续的 直到我的学生其实很多毕业以后 会在我一直都是有联络 其实 所以你说时间有多长 其实那个园一定下去以后 他就是永远的 不管你多么的辉煌腾达 你可以不一定跟老师分享 共享你的荣耀 但是不要忘记 有任何的苦的时候 要想到我 老师怎么都伟大 我说真的在这一次的细节当中 有好多集 我看到你所饰演的跟学生之间的互动 真的是很感动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常常有时候不一样的角色 在投入之后再回过头来 其实我相信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他们很多的词都写得非常棒 其实都会运用在一个生活上面的勉励 对不对 你有没有自己真的也觉得 好像不知不觉 虽然下戏的这个角色 已经在你的工作生涯当中先画下去点 有没有应对到生活上 也会突然间有那样子的一种气质 跟这个用法上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就是像老师刚刚说的嘛 你未来如果有多少的荣华富贵 都不用想到我没关系 但是如果有任何的苦 你一定要先想到我 有一种那种牺牲奉献的概念 那就像我现在如果就是接到新的戏剧一样 也是刚开拍的时候制作跟我说 当只有你成就别人的时候 你才能成就自己 我相信老师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跟去教育他的孩子 所以我现在面对我的工作 我也是就是付出我全部 然后只有成就了整个剧组 才会成就 很精彩的心得 感恩您 请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大爱剧场 感恩两位 谢谢主持人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下次见